很多人問我說馬克超到底該做多遠的距離 做多少的趟速呢 那我們今天就來回答大家一下這個問題吧 通常馬克超他是選手在訓練前的一個暖身的項目 那為什麼打他當作一個暖身的項目呢 因為我們選手在待會在訓練當中 通常會做很高強度的一個訓練 那在訓練之前如果你的肌肉啟動熱身不夠完全的話 你想的事情跟你做的東西沒有同步 很容易導致你在訓練當中會有受傷 或者是達不到預期的效果的情況出現 所以通常馬克超會是我們運動員 甚至是市民跑者在所有人的運動前 都可以納入的一項熱身運動 那通常馬克超的熱身距離或趟速呢 其實是沒有特別的限制的 那通常以選手為例 我們每個動作大約只會有1到2趟的趟速 那距離呢大約是20公尺到30公尺不等 通常這樣沒有硬性規定之下 只要你覺得你的動作已經做到很熱身完全了 你個人覺得做起來非常流暢了 其實就可以進行下一個動作 那如果你是一個初學者 或者是你想要做馬克超的訓練 通常我會建議你可以以20到30公尺為一個單位 那在這樣的距離當中 坐過去坐回來 休息一下 坐過去坐回來 每個動作可以持續4到6趟 當你在4到6趟的訓練當中 你就可以慢慢把你馬克超可以繼續進步下去 那當馬克超進步了 你的跑姿自然就沒有問題啦 OK那以上就是今天簡單建議大家 如果你在馬克超的燙速或煮速 很不知道該怎麼訓練的情況下 可以透過這樣參考我的方式 來達到馬克超的訓練喔 那記得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個喜歡並且分享 這邊可以訂閱我 那我們下一集影片見 掰掰 如果你對跑步訓練也非常有興趣的話 歡迎參考下方連結 我們DHRT開了相關跑步課程 都歡迎大家來參加喔 MUSIC DHRT